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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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婚礼服务的当地工作人员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 另一边 唐燕跟蜜杨成在朋友圈中说 要去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 树叶走漏了风声 她和唐燕是同学 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叫唐燕为唐小牛 两人有过各种亲密的合影 就在10月25日上午 罗进的发小边疆的女友发了条新内容 第一点是在奥德 历 一次曝光了罗进唐燕结婚场地 眼尖的网友发现 草地上有几个一次中国的工作人员 正在布置婚礼场地 照片里有开阔的草坪 监顶教堂 还有山水环绕 就像童话里一样 居西作为发小的边疆也已经赶到了维也纳 而据媒体报道 唐燕的伴娘将是刘依菲和陈玉琪 玉玉和张亮影影将出席 而在外界眼里 唐燕的闺蜜杨蜜 是否能到产则成为了关注点 昔日 杨蜜婚礼时 只邀请了唐燕一位圈内艺人参与 并担任伴娘 婚礼上 杨蜜将自己的盆花给了唐燕 逐渐两人评传 互生心结 而当事人对此则一直都保持坚默 但不知道一直趁唐燕为好闺蜜的杨蜜会不会到场 祝福两位新人呢 作为昔日思想花大力最后一位脱单的 回望罗姐两年前在社交平台 晒出两人童年的照片作为表白 唐燕辉应 原来是你颇为甜蜜 这两年 两人评传婚训 也传出感情亮起红灯 此次终于将携手步入人生新阶段 也引来众多祝福 也有许多粉丝都在感慨他们 都是终于等到彼此 幸福不会知道 如今各种时辰陆续发布 就敬请期待两人的官宣吧 祝福祝福了